我开始了 诗篇论文就是想要在大模大元模型推理的时候去控制它的生成 首先是大元模型在各种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上取得了比较好的性能 就例如翻译摘要或者是开放式的创意生成 但是在许多下一个任务上 大元模型它的细利度控制其实是受限的 就比如说要避免出现一些坏词 也称为解读 或者是在一个文档里面去插入 或者是修改一个文档 但是只是修改里面的一部分 其他部分保持不变 在这样的工作上 它是经常会出现那种hallucination的问题 然后尽管说最近的大元模型微调 能够进一步解决这样的问题 但是也没有办法说很好的进行逻辑上的约束 然后从大元模型实现束缚生成的主要原因 在逻辑束缚上调节大元模型的棘手性 然后最近一个研究就是它的框架 是针对于这种生成式的大元模型 要提出了有效的逻辑约束 来指导大元模型的自回归生成 但是尽管这个模型它满足了逻辑约束 但是它仅通过一种特定的算法来施加给进关键词进行远束 然后在这上面他们就进一步做了一个工作 就是这个contrure句 首先它是一个多功能的框架 能够实现大元模型可靠起灵活的推理控制 然后contrure句可以处理任何作为DFA 这个DFA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个远束方式 然后这个里面包含了各种操作 比如说交集并解 然后来构建各种应用 然后比如说在处置写作 故事写作 然后尝试生成文本填充等多个任务上 长出去更加出色 然后后面就开始很数学了 首先这些是预先知识 首先是具有逻辑约束的约束生成 首先进行简化讨论 然后是设定大元模型 设成的token的长度为N 并且将大元模型的输出的概率分布 表示为PLM 然后X1到N的概率分布 然后给定一个逻辑约束条件 这个就比如说 这个阿法就比如说是 这个句子中必须要出现一个词 那这个词就是这个约束条件 那我们的目标就是从 在这个词的现行条件下去生成 生成X的概率 那么自回归的分解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根据全概率 就是把每一个token的概率去乘起来 因为是自回归 所以每一个token它是依据于 第t个token是依据于小于t的前N个token和这个条件去生成的 所以就是这样子把它全部撑起来 然后后面是一个贝斯条件 然后下面其实是会如果是等于号的话 下面会处于一个PLM alpha-XT小于X小于t 但是因为它关注的是 但是在比如说我们在算那个token的时候 因为会求一个softmax 所以下面除不除都一样 因为那个是个固定的值 对于每一个项来说它是固定的值 所以除不除都一样 就直接把它简化掉了 然后就可以得出PLM 就左边和右边其实是纯正比的 这么数学的他想到底讲的啥 我今天听完没明白 假设实际生成的方式为这个 然后概率分布为左边 对这里就有点看不懂了 就是到这儿 就是可以理解为原本 比如说我生成的大运模型 它的最后的一个生成token的概率是这个 是PLMX1-N 这是在没有约束的条件下 我再乘一个PLM alpha 就在大运模型生成 alpha的概率 把两个概率乘一下 如果说原本下一个token 它可能预测alpha的概率只有0.5 然后预测别的token的概率比较大 但是这么一乘可能 预测为alpha的概率变大了 到别的token概率变小了 这样就进一步促进了alpha 这个限制条件的生成 你怎么给例子 我看下面有个例子是吧 例子 例如你说alpha是短语 so the answer is 必须出现在生成文本的约束 那么为了计算 所学的概率需要每举末尾 函该短语的所有未来标准 而且他们的数量成指数级增长 这个列举例子还挺 确实挺抽象的 对啊 就是我一定要 我结束短语一定要so the answer is 作为一个约束 对吧 对大致意思就是比如说这边原本我呃前面的前面可能是一句话嘛 然后我这个下一个token它可能是so或者是and 然后可能比如说so的概率是0.9 然后这个的概率是0.1嘛 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就是在有约束的条件下我再次去计算这个呃基于前面的token和alpha 呃1的概率 那可能更小了是吧 它的so是0.0 0.1 然后这个哦不行 这能是0.1应该要更小 比如说0.01吧 极限呃就极端一点嘛 然后这边就是0.99嘛 那这两个一乘之后 好呗 哎等一下 错了错了 应该是so对 呃 我想一下怎么说 这个0.1 这个0.9 翻一下 那这个就是0.99 这就是0.01 然后成了一下之后 原本应该下一个token是and 但是经过它这个操作之后so的概率就变大了 所以我下一个概率会预测so 所以就会出现这个soul的answer意思 就尽量去出现这个 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过程 等一下还会有下一个操作 就是去再次去确定下来一定会出现这个soul的answer意思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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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强行理解吧 然后再看看下面的 然后 然后 然后下面一步就是呃从这个ggela2这个模型到他们的自己的模型 然后就是这个模型本身它也是基于一个以马尔可夫链的 然后来指导大约模型生存给定的这个约束 这就是刚刚其实上面这个就是就是这个gela2这个模型 然后它会分为两个部分 就是首先去提取一个以马尔可夫模型 去近似大约模型的分布 然后这个是一个小模型 然后计算以马尔可夫模型的这个alpha 就是刚刚给出的这个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右边的这一串被被简化了 因为在上面的过程中你不知道未来的token 那未来的token这个东西是很难计算的 那如果说我有一个以马尔可夫模型 可以根据我目前的输入去计算未来的token 就是能够很好的就是就能够计算出这个概率 所以他就用这个以马尔可夫模型去替代这个 就之前提到的这个计算这个限制概率的一个条件 但是这个方法它有两个问题是没有得到解决的 第一个就是说它是仅接受一种算法来处理某种关键字 然后并不清楚是否有效的计算 所有族的边际概率 就是比如说那个alpha出现的条件很极端 那它这个alpha就算概率很大很大 右边的这个这个概率很大很大了 但是左边概率很小的话还是无法保证它能够出现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是在一亿参数的语言模型上取得成功 但是它并不知道在更大的模型 比如说现在的lama2上是否能够去取得成功 下面就是一个以马尔可夫的一个概念 理解起来就是其实就是我的最终最终输出的这个 等一下我先解释一下 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语言模型 XT那就代表T个位置的token 那XT就是说在Softmax之前的这个T位置上 token的隐藏状态就是那个矩阵 类似于一个向量 向量矩阵 那XT就是隐藏状态的数量 那对这个进行一个建模 就是可以得到一个整体概率是这个 那这个概率它怎么得来的 就是说因为X1这个token是基于Z1的 所以是左边这个 然后X2的token是基于X1的 然后X1又是基于Z1 又是基于Z2 然后就不断的乘起来 也就是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相承的过程 然后这里就要用到一个叫马尔克夫性质的 马尔克夫性质就是说 我当前的这个token 只与上一个token相关 就是把前面上一个token 再往前的token都给他忽略不计了 因为可能隐藏 它这些隐藏性质都已经保存在那些隐藏的参数里面了 所以就是对上面进行一个简化 然后一个低规关系就是得到下面这个公司 就是高效计算吧 所以下面这个 然后后面就是稍微好一点 就是这个Ctrl G它会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帧流 其实就是从大元模型中去蒸留出一个更小的 以马尔克夫模型 然后这以马尔克夫模型 它要和原先蒸留前的这大元模型 它们的分布建案相似 所以这里用了一个KL散度去优化 然后约束规范就是 他们提出的一个 一个能够比较好的生成 他们想要的结果的一个感知有限自动机 这个等一下会解释 然后第三步就是推理 在推理的过程中去计算 这个就和那个过程是一样的 只是说原本大元模型推理的时候的概率是这个 左边这个 然后现在它要在右边 在原先的概率上 再乘以一个限制条件的概率 就是右边这个 然后再求一个sofnax 在这里我就有点看明白了 就是说它增加了一点 马尔克夫链的一个东西之后 会让它的概率得到控制对吧 对对对 你本来很高的 但是因为我有你的XT-1 我有一个这个alpha其实是 alpha是控制条件吗 应该是控制条件对不对 是控制条件 就是我希望它生成的某个单词 比如说 对 然后它这个东西就可以去控制它的这个probability 那我就到这里我有点看明白了 好吧 然后后面他们提出的 因为上面概率刚刚也解释了 就是说它没法把百分百保证 我这个单词一定出现 对 因为有些很多边际情况 它是无法保证的 那它就进一步做了一个DFAS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它有三个状态 就是ABC三个状态 A就是初始状态 然后B是中间状态 然后C是接受状态 然后它 这个意思大概是什么的 就是比如说 我看这个例子 就是首先我前面都输入了 我第一个单词进入A的时候 然后它不等于get 它就要走这条边 然后回到这个节点 那继续生成 继续生成 weather也不是就一直在这里循环 直到生成get 那get就要走这条边 走到B 那在B上 它所期望的单词应该是 get code 对应该是code 如果生成了code就可以到sys就可以结束了 然后但是如果说没有生成code 就是也没有生成get 那就不满足get code的单词一定要出现的这个规律 这个原则 就是这个限制条件 那我要从A重新开始生成 对 明白了 下面的例子就回去了 对对 就这里的例子 然后左边其实就是一个算是简化的模型 其实原本是用大元模型催离 它现在把限制条件加到DFA 然后和马尔克模型一起去控制 其实就是右边这里 所以它在做每一个模型之前 它需要先把状态图给它画出来 这个状态图其实就是它的控制条件 对对对就是它的控制条件 然后这个控制条件后面会有一些操作 然后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其实算是这个部分的延伸 我查一下 就是假设有一个编码为k个状态 和M条边的一个DFAM的一个逻辑条件 然后得到一个具有H一个隐藏状态的 以马尔克夫模型 那要想采用下一个token 就要先计算 以马尔克夫模型的状态 这个之前提到过 然后而且它是需要在被接受的情况下的 编辑改的 就是这儿 所以它要讨论的是 其实把之前的这个问题转变为了 在我所有能接受的条件下 就是在这张图能够被运行的情况下的 这个p的概率 然后在自回的微生存中 就是会进一步去转化 就进一步转化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然后这里是一个 什么来着 这条件概率 对条件 条件概率的一个公式 就转化条件概率 然后再把拆分出来接着算 就是会到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再拆 就会得到下面这个东西 然后下面这个东西 它就会完全由这个以马尔克夫模型去计算 然后这样可能有点抽象 就是可以看这儿 这是一个流程图吧 它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它直接去算 在每一个token处去用这个alpha 限制条件的时候的一个概率 就是这个东西 先把这个东西算出来 这个东西算出来之后 就可以往这边套了 往这边套 就是可以计算出在大约模型上 出现当前的一个概率 就基于之前的token 基于出现当前这个的概率 然后就得到了这个 要把这个再乘回到大约模型 它本身的概率上去 然后两个综合一下 就得出一个新的token 新的token拼接到原本的token上 然后就进行了下一轮下一轮迭代 如果说我这个条件满足这张图 满足张图 我要更新我的状态 不管满过满足都要更新我的状态 就是到底是走哪个编 走哪个编 对对 然后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看这个右下调 这个代码我会有点搞明白了 看左边这个东西就变 对对对 我当时也看了很久 这个东西 它世界概率论东西有点多 然后后面就是比如说现在有两个 两个这个DFSA DFAS M和M2 相当于是两个条件 比如说是这个是getcode的 这个单词要出现 然后这个叫是winter这个单词要出现 如果说我一个任务里面 我想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 就有两种操作方式 第一种就是拼接 就是构成这样的图 而不是拼接 那个取并级嘛 就会出现这样的图 就是说我在我这里面 出现各种条件 就出现随机两种条件都可以满足 就是先后都不用管 然后或者如果我要管它的先后 就先出现getcode 然后出现weiser 那就是拼接 就这种模式 所以它想表明的就是说 它的方法能够将任意数量的M1 M2 进行一个拼接 但是你的阶段复杂度是随着M1 M2的数量 增长而不断指数增长 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 这些复杂度也挺高 对 就是你的条件少一点还可以 对 能感觉出来 能感觉出来 这个有点 然后后面就是一个 就是相当于是个实验 就是首先是在这种固定化生成 然后是在这个com dream 这个模型上去做了一个评估 每个每个测试压力都给到三到五个 关键词 然后目标是使用所有关键词 生成一个自然的句子 该关键词可以以任意的词形去生成 就比如说汽车去员 然后驾驶 然后一个就是反正就是几个例子 然后就比如说一个snow 为你这个单词 它可以有snow snow位 还有snow位 这几个单词都是符合要求的 所以他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构建了 对于每一个关键词都构建一个MI 然后通过之前的这种方式 把这些MI给组合起来 然后像实验就是这儿 然后可以看到它这里会有多一个条件 就是说这些单词是不是都满足出现的条件了 然后可以看到只有它是百分百满足的 而且它的性能几乎在各个指标上也都是领先的 所以它特别提到 因为他们这个方式更适合GPU并行化 进行概率推理 所以它这个方式会比GAL2这个模型 就更快能够用更大的模型 对 然后第二个是一个文猛填充任务 它的底层逻辑和common gene是相同的 就是将未遮盖的部分给它填回去 然后呃也是就是它的性能也是很好的 这个RLM是什么东西 另外一个什么模型 也是可以另外一个模型 也是一个采样研码生成模型 因此运行啊推理14以报告军方无差呃 军者和标准差 在研码比约为15%的分布上 可以训练解释了为什么 它在研码比13%的 实际上觉得最佳性能 所以随着研码比的增加 性能差异几乎单调改善 这说明CtrlG有很强 就是CtrlG就是 就是比它厉害 慢慢变得比它强了 只有在13的时候比它弱一点 然后后面研码越越越越 研码比越大嘛 它就越强 然后后面它还构建了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是一个填充数据 怎么它文文编辑数据 就构建了一个由800个测试样例 组成的评估数据 然后每个数据都是从这 CtrlAnswer里面提取的一个故事片段 然后这片段由人类和GP 对于共同编写 然后分为10个主题 面故事随即分为前中后坠 要把这个后坠mask掉 就作为一个参考 然后在评估模型 就是考虑两个场景 一个就是连续就往只给出前缀 然后接着往下写 就是续写 然后还有一个插入就是给出前缀和后缀 让它补中间那一块 我看一下 我好像忘了放图 然后对于每个任务它都会给出一个关键词 然后一般是包含一到三个给定的关键词 然后单词长度的话是会给到就设置它是A到B个单词 然后AB是就大于等于小于等于32 然后它评估方式它是进行了人工评估 就对于每个片段它要求助席者去回去打分 就0到5分 然后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语法是否正确 然后语义是否合理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总体的评价 然后是这儿 可以看到GP4其实是在各个任务上几乎是领先的 就在这种生成 在续写上就几乎是领先的 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像GPT这种生成式的模型 本身就是next token predict 它在这种续写的能力上肯定是远远超过他们这种小模型 它的模型是基于Lamma 2 就只有7B GPT它这种巨型模型 它这种编写上面是几乎遥遥领先的 但是在insert上 它就是会弱了 因为它没有加限制条件 然后第二例就是去在不同的设置上 它的生成的 就是它的那些单词什么必须要符合条件的一个比例 Ctrl G它其实满就是百分百 因为它的本身的能力就限就决定了它一定是百分百 它的设置方法 但是像GPT4它就只有50%会按照要求去把所有的单词都用上 然后在综合性能上它也是Ctrl G也是比较领先 然后结论就是它提出了Ctrl G 这是一个多功能框架能够实现大元模型灵活的推理 然后理论上是可以用于任何大元模型的 因为它它是就是会 但是其实是有限制的 就比如说对于一个模型它是要先通过计算KL散度 去把这个模型蒸留成一个HMM 但是蒸留出来之后就可以一直用了 然后证明了使用这个Ctrl G GP参数和2B的HMM一起生成的文本就可以 举办GPT3.5和4等更大的大元模型 然后Ctrl G在具有挑战性的基准中 大幅击败了其他约束生成方法以及监督训练 还有一个就是对大元模型可靠且细地度的推理 拖坏了新的途径 对就没了 这个好像比较另辟迹径近的感觉 这个工作啊 直接上了一个 马尔克弗链的方式